來看今天的消息 這次大好主持人 這次是一隻山 這次是一隻到車廳的便宝崩起 雖然有秋冬 不過今天又發言說 一隻山的泵湯的壁有問題 為了行車安全 我今天來宣布說 一隻到車廳 現在是先停的 要用這個公路來接路 這隻車頭裡面 有可吃回最少 他在這裏開到這裡 還要準備回頭開用餘水 因為一隻山頭車廳 雖然有雙方便的影響 最先一隻到車廳之間停速 不過雖然已經大好的影響 十四號就已經停速一遍 二十號通車後不夠一禮拜 又再一次停速 可以反而影響到觀光 代替的鋼鐵車是要到本康 砍查本康被要安裝狀況 這還會十四號 因為一隻到車廳 一間的便宝崩起 鐵庫路都被閃掉 雖然在二十號人聽結局 並沒有明顯的修順 揮霍通車 不過一日後又發現 本康被要繼續擠壓的狀況 又再一次停速 他過空派來看 便宝的土地有大量崩起 會比較就是代替一隻線 以後再三號的房間 代替表示 因為雖然有樓大號的總共發生 也有便宝再次博問 並過之後再次博宣佈 以方形的風邏 代替表示 將車計劃技術進行幹頂 可能計劃安裝 以及進行補強 以生化爆料後 要拿到八禮拜才可以當工 在這配合廣護一前瞻計畫 來進行便宝的維護 也會不會在港口 劃免 財政擴大 都希望可以快點來通車 劃免 觀光又受到重計 記者南道蔡宏報道